被告在不知道有曾麥權的情況下招刑 警方是不認知什麼叫曾麥權的 警方是沒有這件事的 什麼叫曾麥權 是不是不說話 是不是不說話 就這樣 告了你就入境了 這裡就抓到你 這些我們聽了多少 說真的 警察有時候也明白 譬如你對付那些很頑強的真正的重罪犯 那你警察有時候踩過界 明白 但是那些是示威者 但是警察就很討厭示威者 為什麼呢 因為這群黑警是站在極權的一邊 為什麼黑警站在極權的一邊呢 因為他們收錢了 這些就是賤格 就是卑賤 聽著的 我知道你聽著 是屌賊你 就是做人做得那麼賤格 你如果當警察現在二十幾三十歲 還有五六十年命 可能是 你覺得共產黨能夠照你一輩子嗎 是不是 你認為共產黨是可以最後五六十年嗎 那你自己想吧 你們那些警員編號 屌賤你全都記錄 告訴你們 好了 那最後 梁被告不知道什麼是執政權 其實真是幸運 你真是幸運撞到這個罐 我覺得 喂 針墨權 我想十宗暴動案 八宗都沒有 描述你 什麼針墨權 立刻一抓就 說你不是落口供 就這樣 全部都不跟規則 跟規則 所以其實這個被告都可能是 都不知道什麼事 最後就招認了 就這樣 法官就說 你被警戒之前的招認 那些就是一棵樹 那你警戒後 警戒前那些就是樹 警戒後那些就是果實 嘩 包青天 真的包青天 對吧 好了 但又真的很過分 為什麼會不讓那個老母 還未成年 還未成年 怎麼可以不讓父母 或者律師 在場呢 張警員 就說 我不能知道 他老母來了 那陳官就說 糟糕啊 你香港任何地方的老母趕過來 兩個小時什麼都行 何況那個是他兒子被人拘捕了 你是不是問他老母來不來啊 他說警員解釋牽強 不能夠排除他沒有公平對待另一個叫旭被告 被告是一個完全不明白法律程序的年輕人 而警員希望父母不在場之下錄口供 是故意違反查問而犯守則 嘩 爆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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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嘩 嘩 這位官司很厲害 我不管他對抗爭者有什麼看法 但 起碼兩邊都嫌 對吧 OK 再說一次這位叫陳炳就 我覺得你也做不久了 陳炳就 OK 接著還見 等等 OK 好了 第四被告 他說警員 72685刊傑 是四個警員裏面 唯一是會用表格 幫個疑犯錄口供的人 稱讚他 他 憤怒 這個官應該憤怒 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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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酒的時候 說你媽 這幾個警察幹什麼 我猜是這樣的 法官也會說髒話 他說每一格疑犯都要簽名 公平一點 他留意到警員 五漢傑 庭上的表現 但是 雖然他是值得 值得 讚他就是 用法 但庭上的表現如何 多次 就不正面回應辯方的問題 簡單問題 就算同意 或者不同意 他都不能回答 還要表達自己的立場 直至法官說 他才肯合作 陳官認為辯方律師 心平氣和 沒有不敬態度 而五警員就充滿敵意 態度囂張 全心為難辯方律師 甚至鬥嘴 這麼惡 五漢傑 七二六八 你這麼惡惡 我看你惡惡 我看你惡惡惡多久 看你惡惡多久 你以為你自己的警察都很惡惡 是吧 無敵 天下無敵 好 OK OK 那 最後 為什麼 他說 當然那四個 是有機會 犯了那些罪 他也有機會 在天橋上 看下來 再加上你們的搜證 全部都違法 所以 罪名不成立 釋放 嘩 真是聖誕老人 謝謝 我不知道 這四個 這四位學生 現在都是說十八九歲 好好記住 陳炳舟 如果你們之後沒事的話 他給了一次機會 給你重新做人 在這個魔爪 走出來 真的感恩 記住 真的很好感恩 好好做人 不是每個人都有這個機會 真的 對 那些人 有